原本是和朋友愉快的旅游 陈小姐在巴塞罗那搭乘地铁时 却成为小偷的目标 手机被爬 事后她到警局报案 但由于想要确认 手机不适宜留在酒店房间 所以回到酒店后 才通知电信公司暂停手机服务 我起初就以为说 最早的情况就是 他们拿手机拿去卖 然后掏现金 就像很多手机被偷的案例 所以就没有担心这回事 直到回来 到几个星期后 收到那个账单才吓了一跳 被偷的电话在七个小时内 频密拨打了上百通高收费服务热线 累积了6700元的费用 而科技保安专家指出 高收费热线公司 很可能是犯罪集团设立的 在这些国家 都是相当容易的成立的 甚至在网上 你可以找到一些中介 帮你注册这些公司 不需要你的公司太多的资料 个人也可以去 偷到你的电话之后 就马上拼命地打这些高收费的 陈小姐要求电信公司 别征收这笔电话费 电信公司只答应免收她3000元 电信公司表示 发生这样的事 应马上通知公司暂停电话服务 新传媒新闻记者蓝力挺报道